牛郎之女的故事呢 大家是听了一遍又一遍 那每年的七夕节呢 路边的卖花姑娘也是换了一波又一波 但是在今年啊 北京的街头呢 却迎来了一位特殊的送花姑娘 是的是送花而不是卖花 那么这个特殊的送花姑娘又是谁呢 一起去看一下吧 七夕节当天 张抬到北京街头的这些个甜蜜瞬间 可得归功于我们当天的送花姑娘歌手刘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欣 刘欣当天的任务便是将手中捧着的 这一朵朵鲜花送给路上的情侣 成功送出了第一朵花之后 刘欣显然更加卖力了 于是不管是情侣 父子或是单身 都成为了刘欣的送花对象 这时候迎面走来的一对老外情侣 成为了她锁定的送花对象 只是镜头拉镜时 这位外国大姐一抛哪儿去啊 而在女友和鲜花之间 这个外国大叔显然选择了鲜花 随后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一对对情侣后 流行手中的鲜花也只剩下一朵了 至于这朵鲜花它要送给谁呢 电视机前的您坐等接收哦 明镜需要 完全照顾